哇 多么熟悉的环境啊 生临其境 我觉得我优势 我的反差太大了 那我应该能可以升高 我就觉得我不错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想当班长了吧 管打一切牙齿令 班长这比副班长高半级 是是是 所以我半死不慌 你是不是愁笛 黄奈牙齐厚 老先给你帮帮忙 老先给你帮帮忙 方老师 老师好 老师 薄剑峰 叫老师代号叫教导主任 对 教导主任 教导主任 主任坐 主任坐 好好 真不错 我第一头一个来 晚上我坐这儿 另三位老师谁啊 我说 越带着越忐忑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有两位老师 应该是肯定 既然应该你最帅了 我直观感觉 这一趴应该是 老中青三结合 我一看到你 我就发现成熟的年轻人 成熟的年轻人 我那是半成熟中年 还有比我长难看的 还有一个比你长难看的是吧 应该是 教导主任请亮声 叫把春风吹福门 导引千户 朱家山地千宿四 任由万家 横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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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 春回大地 不幸福 小导主任是从宫里出来的 是 是 经典之声 佐罗 想干什么 让你们看看公正的判决 你们首先把修到这弗朗西斯克放了 哇 这也太像了 现在去抓真正的罪犯 受贿的法官 作家的证人 这个狠毒的执法官 留你一条狗命 忠实 那是佐罗的记号 佐罗 佐罗 是佐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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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判决 把他们以三倍欲 他们打修到式的边数 好 抽 这只是开个头 好 好 都好 下一段 有话好好说 安红 我想你 安红 我想你 大哥 还喊啥呀 还 还 这句 已经喊了五遍了 是吗 那你就加一句 就叫安红 我想你想的 是睡不着觉 中 安红 我想你想的 想睡觉 不是想睡觉 是 睡不着觉 不是想睡觉 是睡不着觉 不是想睡觉 是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你跟我小 小声练一秒 我听听 安红 我想你想的 睡不着觉 对 睡不着觉 五遍 安红 我想你想的 想睡觉 你就随便想着喊 我哪知道喊啥呀 你怎么就那么笨 不是我笨 是你这个词吧 他没得明白 要不你写在真上 我找着念 你咋咋呀 先喊这句 还是喊水觉这句 对 睡不着觉这句 对睡不着觉 对睡不着觉 我睡不着觉 然后我睡不着觉 就那么好吧 我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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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琴娘来 然后你黑不微弱 是 通过他这两段 你会发现 他特别喜欢声音 他的那个河南话 真的是唯妙唯少 又有能量 又很真实 屏不微弱 天哪 太有喜感了 教导主任热身的感觉如何 我觉得我 差点踩棒了 我们已经知道了 老师 因为首先一开始 我就看得出来 老师戴了眼镜 他能看出来吗 对 真的能看出来戴眼镜 尤其在侧面的时候 最后配那个配音的时候 有一句露馅了 他说那你亲娘 我这个亲娘呢 然后你很不微弱 我能说老师一个角色的名字吗 因为我那时候看特别的喜欢 不能说好的 你们猜的楼上已经崩溃了快 你是不是卖题了 没有 我发誓没有 教导主任 哇 南方下雪了 我南方也下雪了 谁给我摆了一堆雪 哎呀 好玩气了 老子要扑进去 哇 太好了 这个雪 南方有雪 哇 我孩子好玩 好玩 这个好棒 怎么配出来的 下一个 我是谁 我从哪来 我在干嘛 这是个哲学命题 不说了 还是好好的困窖 范明老师 为什么要叫教导主任 应该是去年夏天 拍了个电影 我演个教导主任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人物 哎呀 既然来到舞台上 在台词表演上 在声音表演上 给我们传授一招 我看了几期 我特别受感动 我之所以来 我是真的喜欢 到我这儿呢 我说一个小故事吧 我们向上海艺术厂致敬 因为我小时候 我对艺术这种都特别喜欢 80年代初 我到上海艺术厂 我找到了乔真副厂长 我是那时候还是工人 我去考艺术厂去 非常不知天高地厚 后来乔真老师说 我们只收上海户口 我打电话 我找他 我躲在那儿 后来他说 我只给你五分钟 五分钟 当时我是专门 就研究他们俩声音 其实我声音 跟他们距离太大了 就是我比较有天赋 我会模仿 这要是 那我们听范明老师 模仿几句好不好 随便来几句 随便来几句 阁下 现在站在法律 和正义面前的 是罪恶的化身 被告 是个有名的妓女 妓女从来就是 使社会腐败 堕落的拥居 我提出反对阁下 在本案审理的过程中 一再辱骂我当时的妓女 肆意污蔑她的人品 包括那个奥斯法尔多 当兵的 你不守信用 李子老师 对 李子 有人把我的钱包偷走了 你能告诉我是谁 谁 很好很好很好 她有谁偷的吗 你冒犯了一个女人 她拿了你什么 只是为了报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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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